8月19号是阿富汗独立100周年的庆典日 但是恐袭事件不断发生 阿富汗人民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确实的保障 网论国家长远建设和发展 阿富汗为何在独立了100年之后 发展成为了眼下的这样的现状 我们请教您 阿富汗独立100年有这样的现状 形成原因是非常多的 但是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 阿富汗的经济实在太落后了 1971年的时候 联合国就把阿富汗认定为 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 现在我们也能够看到 在很多恐怖主义滋生的地区 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就是贫穷 阿富汗它是以落后的农牧业为主 这样的一个国家 它全国大概80%以上都从事农牧业 但它其实用于农业的这种耕地面积有特别少 然后它有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 可是它开发的又很少 所以它经济的落后 其实就会导致什么 恐怖主义容易滋生 而且百姓民不聊生 再加上它经历了原来的前苏联的战争 后来的美国反恐战争 这些战争就会让这个国家 国民他们生存的条件 是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战争让经济更差 那么很差的经济就让很多人去采取一些很极端的手段来想改变国家的现状 我想和平是所有发展的一个前提 如果一个国家它国土上没有和平 它再有好的经济基础 它再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也不能改变这个国家未来一个非常悲催的前景 也不会让这个国家的国民过上好日子 也希望今年独立100周年的阿富汗 在美国和塔利班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之后 能够渐渐地恢复平静 让阿富汗国民也过上应该有的平静的生活